第二个心自在 心是菩萨的智慧 菩萨智慧方便 方便两个字是舍弃作用 教化众生 调伏自信 能如无量之大三位 游戏神通而无障碍 调伏自信 才能调伏别人心 中国在几千年前 佛法没传到中国 中国这些老祖宗 就有这个智慧 就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中国古神仙仙说 行有不得返求助击 那就是说 问题出现了 问题不在外面 问题在自己 今天社会出了问题 地球出了问题 大家束手无策 不知道怎么办 佛知道 中国传统文化 知道 所以英国唐恩比博斯 说得很好 解决 二十亿世纪 学会问题 他说 只有中国孔孟学书 跟大乘佛法 那我们要问 孔孟学书 跟大乘佛法 用的是什么 没有别的 翻求助击 他们知道 问题不在外面 问题在自己 先调伏自信 然后就能调伏人心 这是一定的道理 不能自度 怎么能读他 决定是先自度 然后读他 那主要就是愿了 愿成熟 很顺利 帮助别人 解决问题 愿不成熟 佛菩萨也无可能活 佛菩萨的心态 永远是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不会有一点勉强 为什么呢 只要有丝毫勉强 他不就堕落下来了 我们一定要知道 舍暴徒的菩萨们 都是不起心 不动念的 起心动念上 却没有 那来的分别之处 这是我们 一定要知道的 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调伏自心 才能 入 无量 大三倍 入无量大三倍 什么 就是 我们常常讲的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足 你才有能力 随约 游戏神通 是随约 真的 用四十六度 教化一切众生 设计上的样子 就是 就是善财 五十三参 做出来 给我们看 所以 这个 第二自在 完全落实 在善财 同时 五十三参 你看善财 的定功 看善财 的智慧 看善财 的游戏 以神通 五十三位善知识 代表 社会 状况 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他都去参访 都去学习 都去教化 做出榜样 那给我们看